第一次去工地的时候,其实整个工地是被一个施工的围墙围起来的 那么里面就是一个以前的一个梅漏斗流程的那里 那工地已经停工两年了,所以感觉很放两年 这个梅漏斗是上个世纪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用来运煤的 但是它本身那种直接建造的那种力量就是给我留下的深刻理念 我想我的新的建筑应该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就是说因为它代表了那个上个世纪就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期的一个工业文明的一个发展历史 所以想这个新的建筑跟这个以前的这样一个工业气息的这样一个场地 如何去发生关系,如何去接续这样的一个气氛 那么是设计的一个首要的关注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用清水和凝土或者用直接那种特别结构性的这种要素来塑造一个建筑的空间和形体 那么它本身就是工业建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一开始就是很直接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设计这样一个建筑 对美术馆来说一般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些展墙嘛 然后就说我想如果能够用一个新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一个墙体结构 那么直接用这个墙体结构作为那个美术馆的展墙 那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在我们设计里面我希望这个美术馆的空间呢 有一定的自由度 所以这个墙呢应该是可以灵活来布局的 这个墙它本身还会起到一个需要去覆盖空间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散就是一个挺自然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散其实当时是我们在一次开这个项目讨论会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 当时我就手这么一比划 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很快这个设计就这样确定它 那么对于散来说你可以这么布也可以这么布 就是它不同方向的散的 它是平行相交的或者是垂直相交的 或者是十字形这样的风车状相交的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不一样的空间里面 人在那个空间中行走啊 或者是去观看展览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空间节奏 它是一种弥漫式的这种游览 不像是以前那种传统的美术馆 是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的 那么这个美术馆 因为它最开始希望是一个当代美术馆 所以那么我想就是当代艺术的话 它应该具有更大的一个自由度 这个混零土散体的结构呢 最高的是12米8 它正好是跨越两层的一个高度 那么整个这个混零土 它一次胶筑高度呢是4米高 所以它需要去一层一层去接 那么在那个接缝呢 就要求特别高 那么这个对整个空间的质量是很关键的 当我走到那个 在那个空间里面 所有的情况下拆下来之后 那个12米8那高的一个弧形的散状的空间 人沾然的空间当中 人的尺度跟这个散的尺度之间的那种巨大的反差 是非常令人震撼 当时觉得眼泪都有点想掉 因为想到用清水混零土去构筑的时候 我是不希望这个清水混零土外面再有任何的颜色啊 或者是涂料 尤其是这个建筑的胶筑 因为像4米高的这样一个混零土 它那个胶筑的时候 这个底下的那个模板里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最根部有9吨 那么这种压力 就是混零土跟那个模板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压力 那种致密的感觉 在这个混零土的表面是它是有 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那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你用一个涂料去涂掉嘛 就非常可惜 后来 当这个胶石家拆完了之后 那个测展人 就第一次展览的测展人进入了空间里面的时候 他也觉得不要再涂了 这个空间因为太难得了 空间去适应展览 和展览去适应空间 我觉得都是可能的 龙美术馆相对于我们之前的作品 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作品呢 是先会对空间有一个想象 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 跟江南传统空间相关的一个建筑 那么到龙美术馆 其实想通过一种特别 就是非常建筑的方式 非常结构化的方式 跟一个具体的场地去发生关联 然后从这个场地里面长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尝试一种方式 就是用营造物的方式 造物的方式 能够把对物的质量的控制 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里面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